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秋香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超级好料理 要来用这一个哈佛认证的超级食物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料理叫做豆味鲑鱼 所以鲑鱼是主食材 豆味是来自豆皮还是味噌 对 两个都是 所以就是味噌跟这个就是一个 我们的豆浆最上面的那个豆皮 对 捞起来那个 那这种我们要买就买这种 千万不要去买外面那种煎过的 有的是煎到那个 有的是炸过的 对那种其实它为了保存它一定要炸 但是它炸的时候 它的油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油 所以我个人我都买新鲜的 那新鲜的就是比较麻烦 你一定要冷冻 而且新鲜的你就是要新鲜料理 因为它也是容易变质容易坏坏 那我现在就是先煮水 然后这个就是 像这边讲的那个超级食物花椰菜 对不对 这个大白菜也是十字花科的 所以就是当令的 我们就把它买来就是做料理 那因为我要煮味噌汤 就是豆香的 那所以大白菜就很适合这样 所以我们铸铁锅内放少量的水 然后现在就放大白菜下去 大白菜其实也很容易出水 非常容易对 但是因为它看起来个子很大 可是煮起来就会缩水 那刚好我们这个节目的医生都很喜欢 就是在这边吃个午餐再回家 所以就给它多一点 那现在我就让它煮 那另外这一边我们就来煎鲑鱼 那鲑鱼呢 我们今天就用橄榄油来煎鲑鱼 好的油 你看今天我们的超级食物里面就用到多少了 都是 好 那这个鲑鱼 你看我今天挑这个鲑鱼就是 比较很漂亮 很漂亮 然后大骨头拿掉了 然后就给它淡淡的盐巴 像我在撒盐 我喜欢用这样子 老师其实只是简单的鲑鱼把它擦干 然后切块 然后现在要入煎之前撒一点少量的盐 是 这个是那个空腹海带 对 那我们把它丢到这里面来煮 好 那直接把 因为这种常常买到的是干货 你直接把它剪成小块 就可以进去跟大白菜一起煮 是 它就会贡献很棒的味道 好 那我现在来这边锅子热了 我就 因为这个不沾锅 所以我们其实是很快就可以煎 好 我们那锅那个油 然后下去煎它 是 好 那我们一边煎 我就把它放到旁边来 那另外那边 我再给它一点点油 我要煎豆皮 好 来 我们来少量的油 是 我们的豆皮自己 用我们的这个锅子内剩下的鱼油来煎 是 那所以刚刚那个秋香老师的豆皮 这个 直接这样子煎 对 煎一煎 因为 如果你用炸的其实真的是 好 我觉得破坏掉了它的一个营养 所以我把它稍微煎一下 因为你要煮汤 我稍微煎过了以后 就有一个豆香味会特别的浓郁 那我们反正就是不浪费 我这边就是在煎 这个煎的过程要大概两分钟 我们看一下秋香老师的锅子 好 这个鲑鱼把它煎得焦香之后 可以翻面 然后你依序下了好几片的豆皮 让它煎得表皮恰恰焦香 是 因为我们不想再去弄一个锅来煎 所以就直接 这样它也会吸附到这个鲑鱼的油脂 好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个 我们白菜开始软了 软了 然后这个昆布这个时候 就像海淡一样 对 它就会非常的香 好 那我们现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就是 像我今天用的这个味噌 那这个味噌里面 我就先放一点点的味淋下去 就有一点湿润 好 那我们就是味噌把它调水 调水 今天用的这是什么味噌 一般家常味噌汤的味噌 对 家常味噌汤的味噌 那你也可以去买那个 如果说我今天我不想用柴鱼 那你就直接就是买一个柴鱼的味噌 也有 好 然后灼亮的味淋下去调 然后灼亮的水下去调 味噌在这里也有咸度 也当作调味料 所以要让它打匀 对 因为打匀下去的时候 它比较不会一整颗一整颗这样子 另外像味噌 我们一般买味噌回家的时候 就是你在煮的时候有的人会加糖 那你其实你如果加了味噌 我这边就不需要加酒了 OK 因为味噌就已经有酒味 而且味噌有甜度有甜温 是 那有一种味噌就是它煮久了会酸 对 可是这种味噌就不会 就是看你的一个喜欢的风味 好 用你家的味噌 跟你买的味噌 咸甜风味可能都不一样 你稍微调一下 是 好 那现在就把它煮开 那我这边这个已经很香 非常香 好 我就把它关掉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白菜味噌锅底了 是 那我把这个倒进来 就在中间的地方 就满满的一个这个 炖菜炖锅 对 然后我加的是结瓜 所以这边洋葱 其实我们刚刚你可以在鲑鱼的时候炒 可是我也可以现在利用这个锅子 再把它炒一下 再继续炒一下 因为它这样子炒 你有没有炒就是它的一个那个葱香味而已 那我们就是 反正这个锅子也是热的嘛 就给它炒一下 然后我们这一锅 一样那个豆皮煎过比较焦香 是 我们就把它放下来 这个时候豆皮也让它吸附汤汁 是 那我把它稍微的剪小块一点 对 所以待会豆腐皮吸满汤汁也会很鲜美 非常好吃 而且这个豆皮真的是比 我个人认为它比豆腐好吃太多了 它满满的豆香 但是我比较喜欢就是说 我的一锅菜里面 我的蔬菜会占了很多 所以你看我会 这里面我会放节瓜 就把节瓜放进来 我们满满的锅底都是大白菜 然后上面这个是鲑鱼跟豆皮 现在秋香老师准备了节瓜跟小番茄 小番茄 小番茄我们就是给它在这边 稍微炒一下 利用刚刚的这些油脂 就一起就炒一下 然后等一下就倒过来 那这个柴椅呢 要记得就是柴椅不要在这里面煮太久 所以我们等于是熄火 我把柴椅丢进去 因为这个铸铁锅它还会自己再加热 所以如果你换里面去煮久的话 其实那个风味又变了 这样子 老师我请教你 你那个节瓜要煮多久 这个节瓜就是看个人 有的喜欢脆的就是 晚一点你可以甚至就是在这个 这个柴椅的前面下 那如果我喜欢吃 牙口不好的 我就可以早点下 就煮久一点 那其实它顺制就是直接就是去把它煎一煎 也很好吃 像好的橄榄油去煎一煎也非常好吃 就煎洁瓜也很好吃 那这样子煮起来是一个另类的一个味噌 真的 我觉得这一锅天气变冷了 那一家老小 所有营养素都照顾到 那因为鲑鲑鱼已经煎过了嘛 所以其实它已经是熟的了 那现在柴椅进来了 好 这个大量的三星葱 就这样下来 我们葱花再下来 我们就可以来试吃了 完成了 我们喝下去的时候 它确实就是我们好熟悉的一个味噌汤的味道 那它满满的有蔬菜的一个甜味 那还有鲑鱼的鲜味 那这个的话就是你其实在吃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摄取到各种的一些营养素 然后也就是只有妈妈在家里做 我才会做出这么丰盛 满满都是料的料理 你可以把它当成像一个炖菜 或者说把它当一个像汤品 那对于像是有一些人 可能在体重控制上面有困难的 你其实自己可以当像正餐一样的摄取 或是当宵夜 或是在平常里面餐点里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道菜肴